各種奇妙風味的發酵食品 在民眾的飲食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然而由於生活忙碌 很少人會選擇親手製作發酵食品 轉而購買市售的產品 也因此 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市售和自製發酵食品的具體區別 我們是自己在社團裡 比如說我們自製的話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 modification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 比如說你說風味 所以自製來講的話 你的彈性比較大 但是市售來講的話 是有運營 畢竟還是要符合食品安全規範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差別 而對民眾來說 常見的發酵食品之一就是酒類 經由酵素的發酵作用而成 也就是所謂的釀造酒 談到釀造 坐落於民雄 從民國五年創立至今的嘉義酒廠 傳承了百年的釀造記憶 也見證了嘉義本地釀造文化的誕生 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 台灣是沒有高粱酒的 那一直到民國三十九年的時候 嘉義酒廠才釀出第一旺的高粱酒 那嘉義之所以會挑選為高粱酒的 釀酒的地方呢 其實最主要是它的環境 因為我們是背對著阿里山 那前面就是嘉南平原 而且日月溫差大 對於製酒來講是一個最優良的一個環境 在嘉義大學也有一個製作釀造與發酵食品的社團 在2015年時因為食安風暴頻頻 讓他們對食品安全產生疑慮 因此決定研究天然自製的發酵食品 並和市售的發酵食品比對差異 從而透過課程學習知識 並嘗試用自己雙手記憶所學 我們社課的內容 就我自己有真實去做過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常見的 像是酒類一定會做嘛 那我們就有做過水果酒或者是清酒 甚至是酒釀這些 我們希望可以教導對發酵食品有興趣的同學們 如何去安全的製作這些用釀造的食物 我之前跟嘉義酒廠合作的時候 像在我們在地其實就有自己的所謂的Local的菌群 那這個發酵出來其實是屬於我們自己在嘉義本地的一個所謂的氛圍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我們社團成立的一個宗旨 就是說能夠用比如說在地的一些食材 或是一些農作物來做這個發酵的一些食品這樣 不論是百年的嘉義酒廠 或是推廣自製發酵食品的嘉大有香社 都為當地的釀造歷史中留下大大小小的印記 也讓這項技術成為記憶 持續發酵下去 中正一報 李雲平 鄭宇文 嘉義報導